世平赛男单第一轮台北队选手林云如4比2击败新加坡小将郭勇,虽然手部有伤病,依然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 19岁的郭勇也体现出了一定的竞技水平,这场比赛前三板进攻也很有特点,发挥出了年轻选手进台快速衔接的优势。 林云如发球抢攻还是很有特点,胜在技术更加稳定。 第一局比赛郭勇反拉正守卫,连续吃正手短球。 林云如反手转正手进攻,接发球反拉中路直接将比分扩大到9比3。 郭勇正手打飞,吃正手短球3比11输掉第一局。 从第一局比赛来看,郭勇不适应对方的发球,接发球环节不占上风所以连续被动。 林云如打出了自己正反手快速衔接的特点,不给对方太多回球反应空间,基本上压制了对手。 第二局的比赛郭勇正手变线,正手掉反手,连续吃正反首长短球开局,打成4比4。 林云如反拉正守卫,反手变线失误5比8落后,随后连续正反手拉直线将比分追平。 林云如关键时刻连续吃发球8比10落后,郭勇正手掉拉,11比8拿下第二局。 郭勇这局打出了自己的前三板主动变化,从发球到快速衔接仪器呵成, 林云如虽然将比分追了上来,但是接发球失误导致功亏一溃。 第三局比赛开局打成3比3,林云如反手变线,接发球反拉直线5比3领先。 之后接发球摆短正守卫,正手压反手7比4领先。 郭勇正手打中路,反拉正守卫将比分追到6比7。 林云如发正守短球得分,接发球摆短中路,发长球偷袭11比7拿下了第三局。 林云如接发球突然的变化,打乱了郭勇的节奏,改成摆短之后,郭勇现在有些被动。 林云如正式主动的战术变化,拿下了第三局比赛。 第四局的比赛,双方比分持续占平打成3比3。 林云如通过发反手长球和正守发球抢攻5比3领先,郭勇正手压反手,反拉直线将比分追平。 之后又吃反手长球5比6落后,请求暂停。 随后,郭勇反拉直线,又将比分追平。 双方一直打到8比8,郭勇反手打中路,发正守短球10比8拿到局点,最终11比8拿下了第四局。 郭勇通过发正守小三角球让林云如接发球很被动,从而在局末阶段确立了比分优势。 第五局比赛,林云如正守抢攻,正守压反手,接发球摆短后,反拉取得5比0开局。 之后,郭勇发球失误,林云如将比分扩大到7比2。 郭勇反拉正守位,林云如抖短中路,正守打中路9比4领先。 郭勇发正守短球得分,林云如接发球反手宁拉,反拉正守位11比6拿下第五局。 林云如又是改变了接发球方式,从而打乱了对手反击,彻底掌控了第五局的节奏。 第六局比赛,双方一直打到5比5,林云如通过发球抢攻,取得7比5领先。 郭勇白短下网,林云如反手擦边9比6领先,居然发球失误,叫了一个暂停,但还是11比7拿下了第六局。 林云如前三板确实变化多,郭勇始终揭不好正守短球以及反手长球,前三板优势弱于对手也是输球的主要原因。 女单的比赛日拼选手平野梅宇4比0横扫新加坡一解层肩,这场比赛平野梅宇反手全面压制了增肩,是获胜的重要原因。 在前三板进攻上以及速度衔接上,平野梅宇优势明显,这完全是整体实力的胜利。 第一局比赛平野梅宇连续反手进攻取得6比1的领先,曾肩发反手,长球得分。 平野梅宇反手发球抢攻失误,曾肩抢攻正守卫,将比分追到4比6。 平野梅宇反拉直线,搓长中路,曾肩反手擦边5比9落后,最终反手对攻下网5比11输掉第一局。 第二局比赛平野梅宇发长球偷袭,曾肩正手压反手,反手发球抢攻失误,搓长下台2比4落后。 平野梅宇反手快攻,正手快带6比2领先。 曾肩被全面压制,平野梅宇发球抢攻正反守卫9比3领先,正手拉直线11比4轻松拿下第二局。 平野梅宇正反手进攻都很均衡,最重要的是落点跟速度发挥到了极致。 曾肩只能疲于应对毫无反击空间,真正的得分也就是3分,有一分还是对手的主动失误。 第三局比赛平野梅宇开局4比1领先,曾肩正手掉拉,批长反守卫将比分追到4比5。 平野梅宇摆短正守卫,反守打中路7比4领先。 曾肩反守发球抢攻,利用对手的失误将比分追到7比8。 平野梅宇正反手拉直线11比8拿下第三局。 曾肩也就是利用对手的失误开始追分,一旦对手专注于比赛就很难追分了。 第四局比赛平野梅宇反守快攻3比0领先,曾肩请求暂停。 平野梅宇揭发球反拉5比0领先,曾肩持反守短球,斗短反守卫3比6落后。 平野梅宇摆短正守卫,曾肩反守对攻下网。 平野梅宇抢攻正守卫10比3拿到局点,曾肩通过反守进攻5比10落后,最终5比11输掉第四局。 平野梅宇,单板球质量明显很高,通过第一场比赛就能看出来比赛专注度很强,估计这次世拼赛发挥不错。 德班世拼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争夺,南丹赛场,世界排名第二位的王楚清亮相,对阵塔西提选手贝尔罗斯。 经过四局较量,王楚清以4比1的比分击败对手,晋级男单64强,不过第四局比赛,王楚清9比11输掉,还是有些大意了。 看到王楚清暴冷输一局后,相信刘国梁不会满意。 国拼名将王楚清迎来了在世拼赛的首次亮相,他的对手仅仅排名第181位。 您该说,贝尔罗斯很难在这场比赛暴冷,王楚清发挥正常的话,会以4比0的比分横扫对手,这几乎没有悬念。 当然,通过这场比赛,王楚清需要找一下状态,在澳门赛后,他没有比赛,对阵贝尔罗斯,正好可以小视牛刀,为接下来的比赛做好准备。 简单热身后,王楚清投入比赛,第一局比赛,他的开局很好,取得4比0领先,一记正手斜线球得分后,王楚清再度扩大领先,对手进攻失误,有些郁闷,开始摇头。 直到王楚清自己拉球出界,贝尔罗斯才开始得分,1比6落后。 但是王楚清依然不给对手机会,很快确立8比1的优势。 10比1后,王楚清反手拉球出界,对手勉强再得一分,然而,贝尔罗斯回球失误,2比11输掉第一局。 王楚清占据绝对上风,对手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。 来到第二局比赛,王楚清依然压着对手打,连续的进攻非常犀利。 贝尔罗斯似乎有些紧张,发球也出现了失误。 0比5后,对手无奈摇头,王楚清发球,接下来抢攻失误,对手艰难拿到一分。 然而,王楚清也有连丢三分的情况,说明对手也有一定实力。 不过,王楚清毫不手软,11比4拿下第二局比赛胜利。 贝尔罗斯在第三局的开局表现不错,一度和王楚清2比2占平。 随后,两人的比分又来到3比3,这还是很意外。 一记正守直线球,王楚清再度确立优势。 有趣的是,贝尔罗斯找到感觉,一记拉球落点非常不错, 王楚清没有接到,比分7比6,国拼凌将只领先1分。 10比7拿到局点后,王楚清造成对手回球失误,11比7拿下第三局。 看起来,这局比赛,王楚清遭遇了对手的阻击。 进入第四局比赛争夺,王楚清一度3比5落后,贝尔罗斯的发挥相当不错。 4比7落后,王楚清不满自己的发挥,连追2分后,对手喊了暂停。 回来后,王楚清扳平比分,对手再度连得2分,9比7领先。 11比9,贝尔罗斯拿下第四局比赛胜利。 第五局,王楚清不再大意,7比2领先,最终,稳扎稳打,11比3拿下比赛,总比分4比1晋级。